歡迎回到即場教導知有問必答的環節 我身邊的嘉賓,繼續都是高級分析員 王偉豪Raffy,Raffy你好 你好 歡迎大家以電話或電郵形式提問股票問題 日線電話是204-6566 至於電郵地址是askbschannel.com 電話經紀接通了,第一位家庭觀眾是吳小姐 你好 你好,兩位先生你好 想問甚麼股份 我想問這個6863是甚麼價位可以進入呢 好,見到今天來講的電郵車是回了 回了幾天了 見到現價來講,正在做2.88 跌接近2% 其實在那位,3個多跌下來的水位 現在買不買得了,Raffy 以6863來說,的確由高級都回落了不少 但當然去到這些價位買得沒有 我覺得以基本面來講,其實是可以考慮的 但以價位來看,暫時就建議多看一會 因為首先講到基本面 為甚麼會見到之前有個回落呢 不多不少要關於業績市 因為自然中期的業績市前後推出的話 都令到價格有明顯回落 表面上看,數字好像不太好 有個倒退現象 但其實當中關於很多的,譬如上市的費用 或者是股權獎勵開支的因素拖累 但撇除這些因素之後 其實核心盈利都仍然有1成多,2成左右的增長 我算是平平穩穩 甚至如剛剛說的,剛剛上市 始終這份業績一定有上市費用 但只要下一次來講,沒有了這些費用 甚至以核心業務來講,做好一點的時候 要反彈上去業績上看,我的確覺得就不是一件難事 所以從基本面來講,我覺得不是太頑皮 而且在利益上不斷地說的 就是內地的原來的價格 原來的方的因素之下 原來的價格比較高 即是漲得比較高 變相對他們的因素都比較受惠 變相這些因素之下 我覺得其實可以撇回費山去考慮 但從價位來看 剛才說到的,不是現在叫大家考慮 暫時來說,如果撇得好 先下2.83左右 看看有沒有機會是短期內怎樣碰 因為2.83正正就是這個 早幾天的低位之餘 更加就是這一下 10月份到 突破上來之前的環區位的頂部位 看看2.83左右 再做一個賣入價 賣入的時候 變相以一個 譬如中線來說的 第一站當然3元以上 破到的 以之前高位大概3.83左右 做一個目標 而下面如果想安心地定下指示位 放2.6左右 如果真的有慢慢來講 以中短線來說 穿回2.6樓下 才考慮到自己 蝕你一離場 幫幫到你嗎? 盈小姐 幫到,但我想問 如果2.83會跌 那我再在什麼價位 可以入第二住呢? 如果你想再加多住的時候 即是剛才說到 如果是剛才的建議部署 就一住過 2.83入 2.6做一個自己蝕 假設你真的想買多住的時候 我覺得就算這樣說 就算你有很多資金在手 可以加很多很多的註碼也好 但建議就不要不停地加住 雖然有時候這樣說 很多時候買股票 就逢低吸一吸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不是每隻股份都可以這樣去部署 我建議 如果第一住 就是2.83買到 而假設接下來再跌下去 而你又有資金再買多住的時候 第二住 就買回剛才所說的2.6樓左右 2.6樓左右 做回第二住的買價 但假設 接下來這兩住入了之後都好 我不是太建議 加第三住 因為怎樣 就不要加太多住碼 在同一隻股份裏 所以就算你想加得住都好 以2.6樓 做回第二住的吸入位 如果2住加起來之後 目標價的 就已經說到 第一站是3元以上 破到的 以3.3樓左右 做回目標價 好 多謝你 多謝你 多謝你的電話 好 WARFY和你跟進一下 最新公佈了 澳門方面 公佈了11月的澳門博彩收入 按年來講 增長了21.3% 上個月的收入 就是301.8億元澳門元 先問你 看到數字來講 升超過兩成 好像挺好 很多股 普遍就靠穩 這個數字來講 是否大家都為之接受呢 的確是接受不僅 其實有驚喜 因為其實以傳統11月來講 都算是一個比較偏向淡淡的季節 即是月份 平常我多時過往 這個11月份裏面 其實表現未必太過理想 因為11月大家都知道 不可以算得出 沒有什麼特別的假期 所以便上 我們能夠的數字 叫做特別大得高 其實比較難些 所以只要以今次數字來講 都有成301樓上 又再站回301樓上的時候 的確都認為大家是有個不錯的看法 而且按年來講 都仍然保持有兩成樓上 兩成一的增長 也都較今年年初到10月份 之前的增速為之高之餘 更加再次帶高整個 即是澳門博彩業的收入 而剛才講的一點 就以按月的比較都一樣 因為10月份 就不是傳統的一些黃月份 反而10月份 就是傳統的黃月來的 因為始終10月份有個11黃金州 更加內地也有個比較大假期 可能很多時候都會有些內地的居民 去到澳門做一個博彩 做一個消費 很多時候 無論今年或去年 或是前年 或是過去年 也好 10月份傳統數字都比較高 所以這次按月出來 就有個倒退 因為剛才上個月是310多億左右 剛剛11月份回到301億左右 按月是有1成7左右的跌勢 但這個跌勢 大家剛才說到是預助 因為一個是往月 一個是普通淡性的月份 所以有這麼明顯的變化 其實是可以理解的 只要跌幅不是太誇張的時候 其實都不止令大家對很多個看法是差一點 所以整體以整個數字來說 的確都會叫做不錯 而且以整個博彩股來說 其實之前那一陣都叫做整固了比較久 當然未主要叫做調整 因為其實他們都是屬於一個環行整固格局 在環行整固了那麼久 整固了那麼久 不是說暫時再升的時候 到這一刻 有些漂亮的數字出來的時候 都的確令到股份再升上去 其實是正常的表現 我相信一點 其實不斷都這麼說 你說要估計 接下來的博數收入的表現是怎樣 或者數字是怎樣 其實很難估計 因為其實如果以去年 可能全年的增速 都只有大概 單位數字到十幾%左右 但是反而去到今年 大家覺得 繼續進入一個放緩期的時候 反而反過來看 又去到乘幾兩成 增速又去到一個高的增速的時候 都令大家很難估計 所以究竟什麼時候 據豪都估計 叫做升級 或者叫做升級 或者叫做升級 其實什麼時候都說是比較難看的 所以我覺得叫一陣一陣 接著有勢而去 如果這一陣豪都叫做過完 勢而是漂亮的 繼續向上升 大家本身受用程度有誤 我覺得依然可以繼續看一看 好 跟大家順便跟進一下 整個豪都斑塊的最上表現 見到銀魚 現在升近1% 最近61.25 澳博24.9升5仙 新豪博牙92.05仙 升近1% 看看另外幾隻 滿嶺澳門現在升超過2% 現價做30.45 金沙中國59.45 升8.45 升幅超過1% 美高煤方面 也在升接近1% 做27.75 另外除了大隻的豪賭股 發聲勢之外 個別二三線的賭業相關股份 升幅都比較顯著 好似海王70 現在升超過5% 另外一隻是1680 澳門勵盡 都升超過1% 也看到五十列州的高位 就是6.94 現價來說 正在做6.9 看到想和你說說 就是這隻的勵盡 除了說 發聲勢方面 可能是大動之餘 另外也有相關的消息 就是Dainland Japan 就是6889 這隻的股份 計劃和澳門勵盡 其中一間 可能會合夥 去投日本賭場 賭牌回來 其實這些相關的消息 能否帶動到勵盡方面的升勢 對於勵盡方面 的確對勵盡有個刺激 但是傾向來說 究竟是比較中線還是短線 我覺得那個刺激性 暫時就短線一點看著 因為始終一來沒錯 有這些因素 特別和一些同業 例如Dainland Japan 合作 在日本方面 有可能是興建賭場 甚至乎在澳門勵盡機械 都會安設一些彈珠機遊戲 好像叫做雙得益章 但是為什麼比較短線一點 因為始終我覺得 一來 這次合作 你說實際的具體方案 就未見得到 就是大家出資多少 或者怎樣比重置 也未知 二來的 如果以這樣說 剛才日本方面 始終都記得有一個問題 就是匯率 近期日本的匯率 即日元方面 這麼波動的時候 其實最終不賺回來 又沒有大賺 還是怎樣呢 其實是比較難去猜 所以我相信 對盈利來的表現 會有比較大的波動性 而且在三里 其實暫時 他們公司的管理層 都說明了 雖然大家可能見得到 有這個合作 可能會推測得到 賺多錢的 會派多息 但是暫時 雙方的管理層 暫時都說到無意 這件事 雖然變相 實際對那個 無論是股價 或者大家對盈利盡方面 看法有多大的幫助 我覺得比較短線 而且最主要來說 就是盈利盡 本身那個基本面 我會覺得這樣說 算是這樣 江湖島谷裏面 比較叫做 不是那麼好的一隻 或者是比較一般的一隻 炒味是濃的 但基本面來說 其實實際就欠奉一些 而且以盈利盡自己本身 之前上個禮拜都說到 他們的股東 其中一個股東 其實都向稅訊方面 做了一個壓股的舉動 這樣東西來計 其實雖然佔的股份 大概就是6%左右 但是其實壓原股下去 當然是落分融資上的 一個借錢回來 可能是給自己的需要 但是怎樣 最後壓下股的時候 假設最終可能還不到錢 而被稅上去斬倉 我相信對麗盡的股價 應該都有些比較大的影響性在這裡 所以暫時我覺得 與其短期升那麼多的時候 其實大家這一刻 就真的不要再盲蹤蹤地追下去 我覺得風險是比較多 但是假設 你說大家本身在生活上是有貨的 而到這一刻都這麼勇敢 未走的 或者都覺得未賺夠的 你說再短線渣渣 那我覺得都可以 看看有沒有機會破破7萬流上 如果要破到7萬流上 那才考慮去到食股 而下面來說 就算要安全一點說 停止賺位 擺費6.2左右 如果短期內分6.2樓下 我會幾見有貨的 投資者稍為去到 指賺你一場 對於這隻 在7月上市的股份來說 繼續創新高 大家都可能會留意你的股份 可你說炒命比較濃 看法比較審慎 但是如果 真是投資者 對於這個版法來說 都有一些興趣的話 其實應該有沒有哪隻 應該留意 是否應該選擇剛才所說 大隻一點 其實都一定是 其實什麼時候問到 都是選擇兩隻大隻 銀河和金沙 但怎樣找到這兩隻 就不斷升上去 比較貴一點 稍為叫大家調一調 如果接下來有機會 調大約5%左右 其實做一個吸納的部署 我覺得中線比較好 但現在的價位來說 就不太記得大家追著 謝謝Wafit 嘉靈觀眾李先生 接通在電話旁邊 李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想問什麼股份 2628 中仁壽本身自己有沒有貨 買了沒有 買了很久 不用買款 看看走到什麼 上到什麼 可不可以走得 好 中仁壽現價 就已經25.65 今天來講 都跟隨整個版法 升實 現在升值分300% 應該怎樣做 嘉靈觀眾買了很久 如果這樣說 與其開了這麼久 其實說真句 落到可能20元以下 例如17元18元 都沒有走的話 其實那個引耐力都非常強 變相耐性都非常高 我會記憶 雖然這刻就升了不少 或者去到26元 但與其都開了這麼久 其實我會記憶 稍為叫做拿著先 因為其實我相信 國壽仍有機會是破壞的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回 一來大家都知道 這一層中資的保險股 是強勢了 但以這麼多隻來說 不可以這樣說 唯獨是有隻國壽 還未叫他去年初的高位 因為其實很多隻都破了 但是國壽都還未到 所以我覺得 接下來有一個 可能會追一追回 這一層的落後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能短期 例如試試年初 27.35 有機會到 而到時候 如果你真的很想走 才考慮去減一減榜 但怎樣轉講 如果你在這一刻 雖然升這麼多 但是中線是怎樣看呢 我自己的中線 是看法都惹人樂觀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 很心急想去 考慮去減榜 其實先看27.35 如果短期到 我會記得你想減榜 才可以 或者是走一走 走一走 那些貨才可以 可以嗎 可以嗎 李先生 麻煩你 請問中石油 好 中石油 是嗎 本身自己有沒有貨 油是很久的 18個多 看到中石油 現在正在做9月1號7 暫時沒有升跌 加鈴觀眾有貨 怎樣看呢 這隻股份的走勢 以這隻股份來說 18個多 其實比較難即時回到賣入價 但是我會記起一點 暫時也一樣 叫做拿著先 其實都是那一句 不拿著拿著 拿了那麼久 雖然你說這一股 有沒有什麼因素 在連續中石油 叫大幅度攀上去 說真的它是難一點的 但是唯一的問題 就是看一看 如果接下來 大概8.9到這邊位 都不穿下去 我很相信 其實有機會一浸一浸 會走高一點點 但是短期來說 上面來看 以大概10個月左右 做一個目標 如果有機會到達 而你到時很想 叫做減一減榜 我覺得都可以 在大概10元樓上 才逢高 去減一減遲 好 謝謝李先生的電話查詢 也謝謝Rafi 和你先做新報 剛才所說過的股份 自己有沒有持有 沒有 謝謝Rafi 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先休息一集 待會回來 就會是每隻股的環節 我們有分析員 和大家推介他們的深水股份 想聽的話 不要走開了